台湾原住民族从碎石记忆中衍生出特有的酒酿文化 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其老凋零 原住民传统酒区植物的知识也逐渐消失 玉璃镇丽雅部落为了传承发扬独有的七坛酒酒酿文化记忆 特别开办了传统植物配方酒区的制作演习 不仅是要找回自己部落的酒区滋味 未来也将会复入酒区配方植物 让部落传统技艺才能够永续传承 素有七坛酒酒酿文化记忆的玲璃部落传统植物酒区的知识 以及酿酒文化记忆禁忌等等 随着其劳的凋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没入大时代洪流中 部落族人危机感升温 近几年来积极复赠传承之外 也特别开办传统植物配方酒区制作演习 部落族人踊跃参加 部落旗老强调再不做就来不及的理念 不仅向台东池上万安取经请义 也邀请民师办理植物酒区的研习制作 不仅老一辈部落年轻人更身体力行 来学习认识自己的部落传统酿酒文化 没有其他部落没有西南酒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很好奇 就想要去了解更多这样子 然后刚好我在的学校 然后进南大学有这个服务部落可以类似田野调查这样子的机会 然后想说就就是带着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回来去学习这样子 玉里镇林雅部落近几年来积极复赠并传承独有的七坛酒酒酿文化技艺 展现初步成果 今年部落也重新找回自己部落的植物酒酿滋味 开办相关研习课程 未来将富裕种回部落酒取药用的植物 部落传统技艺才能永续传承 现在我们手边所看到的就有一些大叶田香 还有赤瑞藻 还有野芹菜 鸡母猪 金桔花 还有老叶 再来就有紫苏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手边的资料也比较牵切 我目前所知道的就七样植物 很乐意提供这些植物给我们的 希望你提供给我们 然后我们以后我们来复益 把这个老人家所传统的那种记忆流传下去 以这场传统植物配方酒取的制作研习 林雅部落要重新种回制作传统酒取配方的植物 传承阿美族部落野菜植物学 重新富裕 酿造林雅部落的酒酿文化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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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